跟平时不一样 他刚才剩了半碗面 剩这么多 好好 知道了 师哥 师哥 他刚才打电话来说 方小卧好像怪怪的 他说他吃面剩下半碗 他是不是怎么了 他没怎么 你在担心他 没有啊 其实 师哥 你包都没关哪 师哥 你包都没关哪 我一会儿 你们在担心 我一会儿 一会儿 我一会儿 你会不会 我回来了 你会不会 我回来了 你会不会 我回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可能胃口不好啊 来 多吃点 特别好吃 多吃点 怎么了 那个 你以前在张老师那儿上过课对吧 嗯 上过 那你跟他熟吗 还行吗 昨天胡老师把我分给张老师那儿去上课了 我有点害怕张老师 你要不帮我说说 还是让我去胡老师那儿上课行吗 我就说你为什么拿这么多东西给我 原来就是为了贿赂我 这样 我这吃了 你半道文化对吧 我就这样宽容一点 算我吃了你两顿饭 你有没有算过你吃过我多少顿饭 你不 我 你又没有叫我帮忙 我有啊 我要让你帮忙 我求求你了 你帮我 我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吧 我怎么帮啊 你去帮我搞定张老师啊 我不会搞 你怎么不会搞 我告诉你啊 我是从张老师的魔爪底下逃出来的学生 我特别清楚他的脾气 他需要一个相互成就的学生 你就是最佳人选 我 我 听我说啊 你费手掌那种角色你能搞定 张老师不算什么 你不是这么知道 吃我的脸就是 那你以后不许来我家吃饭 都给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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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啊 好东西大家一块儿分享 我们一起吃吧 你看你吃了啊 吃了 去上课 去上课 肚子 我肚子 我肚子 就是 我教的那个方晓窝已经是够笨的了 你比他还笨 都说好了吗 教学报表 下周再教 下周再教 什么情况 你现在催我教我自己教 那我得也有时间啊 小吴 你看看你这两只手 有没有立起来呀 我说的弧形弧形 我让你回家立起 你不知道吗 这么长时间都 练不好一首曲子 你怎么这么笨哪 你是笨蛋吗 你不看本子吗 张老师这个人呢 教学方式是有点极端 但是我是实在没有办法 去调动挖掘他的全部钱啊 那您就一点都不担心 他从此以后 没有连钢琴的动力了吗 那是他自己的心理障碍 越过这条障碍 他就成长起来了 进来 张老师 有什么事 我来过来跟您谈谈 关于方小窝的事 我也正想跟你聊聊 方小窝的事情 那我先说吧 算了 还是我先说吧 真言 我不管你跟方小窝 是什么关系 我想让你帮我劝他一下 让他赶紧回来上课 还有 他是个非常有天分的学生 我不想他被耽误了 张老师 您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 但是如果您想让方小窝 好好上课 您就需要换一种教学方式 我还真想请教一下 请不要用板着脸的这种方式 去对待方小窝 我板着脸了吗 方小窝不是不喜欢谈情 她是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她发现自己的可能性之前 我们必须用尽全力去保护她 如果您想的话 先不说我的教学方式对与错 你说的这些话 还是有些道理的 我能不能理解为 你愿意帮我 也愿意帮方小窝呢 主要是为了帮方小窝 你会希望伤害家 受伤害的人 为什么会受到做 我先的体费 谢谢你 也不许多 我不许多 没有说好 我许多 你不许多 我许多 我许多 你只是这样 来 怎么了 我 有 有一点感冒 我咋饭吃了 感冒了 怕温度 你别 别 别碰 我 我怕传染给你啊 我去给你拿感冒药 我先来 方晓菇 我看你状态不是挺好吗 亏我着急忙忙跟你下去来呀 赶紧吃完饭 上课去 来 那你现在当着我的面 把这个药给我吃了 吃 吃药 好 我知道你不去上课 是抗拒张老师的授课方式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如果他这次上课 还像上次一样 对你那样的态度 马上跟我打电话 我接你走 请不请 换衣服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这么多啊 这么多啊 还有你最喜欢的圣钱包 范小窝 你别跑我错了还不行啊 我下次不再暴力了 范小窝 好 那我们约法三章 钢琴课协议 老师张尚哥 学生方小窝 于上课期间约定协议如下 第一条 第一条 不许大人 第二条 不许骂人 第三条 一起完成 皮 皮操 什么 那是为了我 去幼儿园当老师 交给孩子们的 你刚刚说什么 都愿意答应我的 你要是不陪我练 那我就去找胡老师上课 拿笔 好 好了 那我们一起创作皮皮操吧 合作愉快 好 怎么把人给你了 好吧 胖子 小吴的方法 一 小玩偶 二 生煎包 三 放任自由 什么情况 李箴言的办法 小玩偶 生煎包 放任自由 对 您解着解着 解个意思 是这样 赵老师 您不能用一种 对待平常学生的态度 去对待方小吴 上进新这种东西 方小吴是没有的 想让他留下来弹琴 很简单 小玩偶和生煎包 都可以做的 我觉得这事啊 有点扯 回来 我的意思啊 你看啊 这小玩偶 我最近不说了 这生煎包这事 买生煎包的离咱们学校 至少五公里 能不能给换成 咱系好门口那个 苏州小汤包 是什么玩意儿 生煎包它只是一个饭纸 就是大概那个意思 我却没问他 然后呢 想让方小吴 发自内心地真正喜欢咱俩 您就必须得让他先放任自由地 先瞎谈 那还省什么课呀 寻序渐进 欲速则不达 你不认课 张老师 我知道 您是个郝老师 您很严 但是偶尔需要 娱乐一下 什么 娱乐 娱乐 能笑得这么开心 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是说 组建一个新的乐团 对 因为我明年要出国进修 今年呢 也会参加一些比赛 然后我认为 组乐团是可以 提高乐手能力最好的途径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 那 为什么没有考虑 和田一松一块合作 他 不是马上要出国了吗 对 也是 他值得更好的发展 他就算不出国 我同样会第一时间来找你 因为我觉得你的 指挥风格跟音乐理念 我都会更加欣赏 本来我对 学生乐团 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 在A团也是一样 但是 这次费大师的到来 让我觉得 两个队的合作 还有碰撞 还挺振奋人心的 跟你的短暂合作 也觉得挺刺激 所以 咱们组乐团吧 没问题 但就是我现在担心一点 新的乐手这方面 这个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之前 跟从A团出来的乐手 有聊过 还有其他大学的 优秀乐手 他们对组学生乐团 还是挺感兴趣的 而且你有什么值得好的 可推荐的人选 也可以带过来 毕竟 你才是大明星 那如果是这个阵容的话 那听起来还挺有趣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这个乐团的指挥 就是你了 李真言 好想愉快 好想愉快 不不不不 等一下 你们怎么这么轻易 就说要组一个 新的乐团啊 是啊 就走了 可是如果新的乐团里面 有师哥还有 在的话 那我要加入你们 加入也不是不可以啊 那就等你 通过A团考试吧 嗯 真的吗 真的呀 我不能陪你去巴黎了 我决定去李洋 李洋 为什么要去李洋啊 我们不是一起说好 去巴黎的吗 而且你不是已经找到了 巴黎助理指挥的工作吗 没错 我的确是要去做助理指挥 也的确是要拜 维恩达老师为师 但这一切都不是在巴黎 是在李洋 采薇 李洋到巴黎的距离 并不远 我只要一有时间 就过去陪你 我们不会分开很久的 你知道 这些天 我每当一坐下来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 以后 我们是怎么样过日子的 但是你现在 把这一切都弄没了 对不起 怎么回事 好 我什么回事 我们回事 我 km不放尴就 不想看 你们去看看 我们去看 我们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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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回事 我们的行动 很多轻微 喂 你好 我是妍妍 有事吗 你那个 你护照是不是忘在酒吧了 谢谢 不客气 先走吧 首先呢 欢迎大家的回归 没想到还是老地方排练 没办法呀 毕竟A团是咱们学校的招牌乐团 孟主任能给这间排练室给我们 已经是特殊批准了 其实呢 排练场地并不重要 清山 介绍一下大家 好 我就不用介绍了 我叫清山 主要呢 是想介绍一下咱们团 进了两位新成员 第一位是我们的 丹黄馆木制人同学 大家欢迎一下 欢迎 大家好 我是英大的木制人 可作为一块 还有一位呢 是我们的长笛安真同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安真 多多观照 欢迎 欢迎 然后大提兰博 陈征 这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守信 然后我们的理真言指挥 说两句吧 我看过你那期聆听古典 特别棒 谢谢 谢谢 我也是 我也是 一会儿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刚刚 三个名 谢谢 给你们签 给你们签 好 我简单说两句 首先呢感谢大家对于我和清山的信任 然后加入我们的S团 因为我们这个团的历史比较特殊 最开始呢是由菲舍尔大师 挑选了一拨人成立的这么一个月头 但是由于毕业之后 很多成员都离开了呢 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所以我们这次招心 但还好我们的S团的精神一直都在 我们S团呢 特殊的点就在于 我们从来不会死板 然后严苛地去练习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在于 挖掘每个人的特点 并把它融合到一块儿 虽然我是这个乐团的指挥 但其实我并不是这个乐团的核心 因为核心是在座的每一位成员 我始终相信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 把它全部发挥出来 我们才能够演奏出 更加美妙动听的音乐 虽然我们没有一个 好的排练场所 虽然我们没有顶尖的乐器 但我相信每一位成员 你们都是最棒的 所以我现在宣布 我们的新S团 在今天正式成立 好 加油大家 咱们乐团的第一次公演 这时候我该确认一下了 曲目 场地还有时间 咱们都得确定 毕竟是咱们第一次演出 我觉得要正式一些隆重一些 正式 要多正式 上海音乐厅怎么样 我觉得交响乐团听也可以啊 东方艺术中心也 目前咱们团经费不够 是 陈诚说得对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 经费确实是个问题 还有一部分原因呢 是因为咱们的新乐团吧 经验还有名气都不太足 人家就算大舞团 也不一定愿意租给咱们 可是咱们毕竟是交响乐团啊 需要一个正式的舞台 也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地 就将就了吧 对 其实呢也不用太担心 我大概心里有一个 大致的方向 因为咱们都是正规音乐校毕业的 有些还在上学 有的已经毕业了 然后 我决定咱们的演出 可能就在学校 学校 学校 对 一方面来说呢 是帮我们找回 上大学的时候 最开始学音乐的初心 最重要的一点 可以鼓励师弟师妹妹 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时间 好好地跟我们一块 享受这个音乐 这个我赞成 我也赞成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 最难的问题 曲目 大致有什么意见 曲目 那个舒曼的第一交响曲春 浪漫温柔 不好啊 嗯 不好吧 我觉得还是贝多芬好 或者莫扎特 哎 巴赫也不错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 来点特色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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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特色呀 儿哥够不够特色 女孩子佳佳 少在外面说话 我说的特色是热血 青春 诶 德尔 青春 其实这个主题还可以 对吧 我一直都觉得 这个主题挺好的 但是 嗯 选什么曲子 我也不知道 青蛙湖 卡门 还有幻想交响曲 这不都可以吗 行 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 咱们还有时间 这样吧 这个选曲的任务 就先交给你 行 最好在三天之内 来曲目定下来 地点 时间 曲目 都差不多了 进度还蛮快啊 是挺快 我们来了 还有我们 还有我们 你们俩什么 加上我们 诗哥 你不是说 只要我们通过A团的 考试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加入吗 不可以说话不算话 行 没问题 不断的淋上来给大家吃 来 大家分一分分一分 谢谢 谢谢 来 这给你 你好天心啊 有给你们啊 那个酸的你自己拿吧 给你 给你 来 来 谢谢啊 谢谢啊 给我个薯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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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我想问你 就是 那个 连顿弓 要怎么样练习比较有效果 就是练啊 没有 连顿弓它有一些技巧 你首先这个公子的抓住这个琴弦 它有这种摩擦力 然后它有快速的连顿弓和慢速的连 慢速的连顿弓呢是手腕用力 它是相对放松一点 那么快速的连顿弓是手臂 还有肩部的肌肉收紧 像痙攣似的吧 铁举 Zither Harp 他们这些人怎么都这么厉害啊 这么难的曲子也被拉这么好 对啊 慕之仁 安真我姐和兰博 拿过好多比赛的名次呢 完全就是职业水平 连我都要好好打击精神 这次咱们团跟之前S他完全不一样 我也还还跟的是奥包 好得我也是二体首席呢 就你这个水平跟我姐比差一大截好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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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换一首曲子吧 这首曲子又不好听 我们就随便换一首曲子 然后你就等我先练好了再换 我就可以让青春大实一击 好吧 好吧 好不好嘛 这个都不重要 现在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给他们的新乐团 想一个新的名字 还有 就算换十个曲 你也一样会被青春瞧不起乎 被她秒杀的 不是 是 柏拉姆斯一小调第四交响曲 这部作品是柏拉姆斯所写的四部交响曲中 最伟大 也是最伤感 最古雅的一部 其实在柏拉姆斯所有的音乐作品中 伤感的情绪随处可见 但在这部里 伤感成了主宰一切的情绪 它渗透于作品的每一处纤维中 是 我在这儿可以有一会儿了 看你太担心没舍得打扰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指挥系就这么几个教室 对了 最近怎么没看见你跟彩薇在一块儿 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 好吧 我来呢是跟你说 去里洋的机票已经订好了 好的 谢谢你 能不能答应我个事 什么事 如果你 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有一家特别想去的餐厅 你能陪我一起去吗 好啊 正好 我还想感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是 易松 我听说这家餐厅很久了 一直想来 谢谢你今天陪我 该说谢谢的是我 是你一直忙出国的事情 我去一下洗手间 你先看看你想吃什么 我都排了好几周了 今天可算是被排着 这边请 可不是吗 今天能来可是脱了你的福了 好 谢谢啊 点好了叫我就好 好 你知道这家餐厅 为什么这么火吗 不知道啊 你看那边儿 外面就是外摊啊 真是 易松 稍等啊 我去打个招呼 好 易松 你怎么在这儿啊 采薇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跟朋友过来吃饭呢 嗨 易松 你跟谁一起来的呀 我认识吗 要不要我一会儿 跟他打个招呼 不 不用了 就我一朋友 采薇 咯 咯 我不是生气 真不是你看的那样 我承认 去李安当助理指挥这个机会 确实是莎莎爸爸提供的 我之所以没跟你说 就是怕你多想 但我和莎莎 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 我知道你生气 但你好歹跟我说句话吧 我不是生气 我是失望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 你告诉我 你最后是不是 还是会跟他一起去李安 好嘞啊 又要参加比赛 又要在这儿排练 我今天差一点就不想来了 毕竟是李真言 能把大家留下的 我觉得吧 其实还是比赛比较重要 拿不到好名次 会影响前途的 对了 首席 你不是有一个 小提琴国际比赛要开始了吗 你准备得怎么样 这个事先放放吧 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事情 咱们乐团缺一个 非常好的双皇冠首席 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季默呢 上次他跟你们A团的搭档 还有跟那个费大师的合作 都不错 要是他能来就好了 他确实不错 他应该不会来吧 为什么 他不喜欢学生团 连A团都给退了 早 李志辉 早啊 讲什么呢 我们在聊 最近乐团的成员问题 因为还缺一个特别好的 双皇冠首席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最近也没有想明白 你们呢 觉得谁合适 刚刚大家一直认为 是季默最合适 有什么其他人选吗 为什么要其他人选啊 对啊 季默咱们又不是不熟啊 好 没事 双皇冠的事 我去解决吧 那辛苦你了 savour 准备比赛呢 对 选曲子呢 最近一直忙着比赛 然后还要出国面试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 给你这个 这是我拜托伊丽丝 找到的 关于欧洲各大乐团的 招聘信息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 不用客气 你来就是为了这个吗 其实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想问你 愿不愿意加入我们乐团 你是在邀请我吗 对 是 因为你是我现在能够 想到的最适合 双方馆首席的人选 我一直以为 你不喜欢看到我 的确 我是不太喜欢看到你 黏着那个瞎话 不过 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是一个 很厉害的乐团 谢谢 还有一点原因是因为 我对那个家伙有自信 那个家伙 他们在说谁啊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 双方馆首席这个位置 只有你能够胜任 所以 我希望你能够加入进来 和我们一起成立一个 真正优秀的职业乐团 进步 我最近可能都要忙 考试和比赛 或许帮不了你 没事 我能够理解 但是我想说的是 好好考虑一下吧 谢谢 如果我有时间 我会来的 等你的好消息 对了 李箴言 你这么喜欢 乐团和古典乐 你为什么不去欧洲 学习一下 因为我不能去 为什么 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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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 说吧 你为什么不能去欧洲 我 你知道这是什么曲子吗 文朗姆斯 一小调第四号交响曲 它的前两个乐章 是一八八四年完成的 可是后两个乐章 却是一八八年 我在问你你为什么不去欧洲 你怎么知道的 你又偷听了 那 难道 你恐高 不敢坐飞机 还是说你在欧洲有案底啊 你想象力能不能不要那么丰富 跟这些都没有关系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能去欧洲 那你到底为什么 那么抗拒张老师 小吴 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往事 不如 我们就把它当成秘密 藏在心里 好 地方虽小 但是味道很好的 这里跟秦润同学的 演奏风格很匹配 很接地气 来 这我爸给你们 谢谢啊 谢谢 你一会儿再来 好 那 你们俩找我 到底是想说什么呀 是这样的 我们马上要参加 乐器大赛了 然后排练的时间 非常紧张 我们想让 乐团的事情 稍微放一放 你能跟指挥生意一下吗 放一放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两个月 我们想把乐团先停下来 好